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英与阿Nem 频道 今天阿Nem 继续和大家分享关海山的演艺人生 上一回就和大家分享他演出过的电视剧 分享到1987年,今天由1988年开始 1988年有一套非常出名的电视剧 这套是《誓不低头》,关海山飾演大律师杨鼎基 他普打不平,帮郑少秋打官司,非常精彩的演出 接着是另一套《大都会》,八百年当代蓝尔 接着是《太平天国》,关海山飾演《思源外》 接着是一套《兵拳》,关海山飾演耶律安徒 然后有一套单元剧叫《童心》,另外一套单元剧叫《妖》 即是《子妖》的《妖》,接着是1989年 1989年有一套叫《摩登小宝》,然后有一套《花月佳企》 另外有一套《摘星的女人》,接着是1989年 另一套非常出面的剧集《义不容情》,关海山飾演危坤 接着是1989年,另一套相当出名的电视剧《盖世豪盒》 即是周星馳那套《喝杯茶吃过包》那套 关海山飾演《掌门人》,董澳天 接着是一套武俠剧《连城圈》,关海山飾演《灵退思》 接着是一套89年的《他来自江湖》,这套是周星馳和万子梁主演的 关海山飾演《文立宴》,另外一套《合客行》,关海山飾演《白志在》 然后有一套《铁血大奇门》,关海山飾演《云逸》 接着是90年到1990年,首先有一套《天上凡奸》,关海山飾演《泰公》, 接着有一套《妈仔》《妈心肝》,也是周星馳的电视剧, 关海山飾演《九叔》,接着是一套《成功路上》,关海山飾演《刘庆成》, 就是这个饼铺的创办人,接着是《零点出击》, 关海山的角色叫《华光》,90年还有一套《飞月观场》, 接着是1991年,有一套《金生无悔》, 关海山飾演《田树太》,接着是《横财》三千万, 关海山飾演《秦财》,然后一套《大家族》, 又是那些《增产》剧集,关海山飾演《蒋成天》, 接着是一套《未婚爸爸》,然后是1992年, 首先是巨人,他飾演《墨若翰》,接着是一套《我爱牙刷》, 关海山飾演《黄飞鸿》,接着是1993年, 1993年有《老趁喜相逢》,关海山飾演《邓口昌》, 然后是一套《袁镇盒》,这套《袁镇盒》是黎明主演的黎明李嘉欣, 关海山飾演《袁镇盒》,接着是《射雕英雄传》, 《九阴真经》,关海山飾演《殷破败》, 然后是1993年金牙大葬,关海山飾演《陈梦吉》, 然后是一套《龙卿鼠帝》,接着是1994年, 1994年有一套《第三类法庭》,关海山飾演《暂以天》, 1994年还有一套《爱有明天》, 然后也是1994年,《独臂刀客》, 而关海山飾演《前任魔教教主》, 然后也是1995年, 1995年是《金牙大葬》的第二册, 关海山仍然是《陈梦吉》, 这套主演的就是郑丹瑞,《金牙大葬》, 接着是1995年的《晴隆大葬》, 关海山做《关学书》, 然后是一套《真情》, 这套《真情》做了四年那么久, 由1995年做到1999年, 关海山做《良友》, 《真情》, 《真情》, 然后1995年还有一套《万里长情》, 关海山飾演《阿葵》, 然后另一套《娱乐插班生》, 然后到1996年,《天地南尔》, 他飾演《业姓》, 然后《一套王庆》第五辑, 关海山飾演《唐叔》, 然后1997年,《美美天王》, 关海山飾演《魅王》《姜燕》, 然后1998年,《陆顶纪》, 这套《陆顶纪》, 关海山做《陈文亮》, 然后2000年,《大喜之家》, 关海山飾演的角色是《罗炳文》, 然后2000年,《京城教一》, 他的角色是《谭中正》, 然后2000年,《新仙人》, 他飾演《于漸首》, 然后到最后一套剧集, 2001年的《公私暖是多》, 关海山的角色叫唐鹤廉, 在拍《公私暖是多》的时候, 中途关海山中了风, 然后没有再拍, 最后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关海山曾获得过什么奖项, 分别有1991年第28届金马奖, 他得到最佳南佩国, 那套作品是《五亿探长雷洛传》, 另外就是1992年第11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 他的奖项是《最佳南佩国》, 作品也是《五亿探长雷洛传》, 然后2001年, 他得到《万千声辉何台庆》, 2001年里的《万千光辉演艺大奖》, 这个大奖用来表彰关海山在影圈里的贡献。 今天和大家分享关海山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RNLM频道, 下一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他影视灵人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